美国真的把中俄打成超级背靠背 尤其大陆外长王毅 9号在北京跟到访的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会面了 拉夫罗夫说中俄关系 真的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而且中俄两国元首会在纪念什么 上河组织峰会 金砖峰会会碰面 还不排除在其他场合会碰头 王毅则说双边要抵制霸权主义 还说中俄两个大国有责任处理 全球热点问题 一起来听看看 那老师你怎么看中俄关系 而且王毅其实说 我们要做到五个始终 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以及要始终坚持不结盟 不推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 要在大势大势的前提坚守正道 而且合作当中追求普惠共疑 而且要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条跟第五个始终 第一个就是要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这句话亦有所指 有一个国家 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它是大国 这个很大的国家 但是在评准购买力它是排名第二号 因为评准购买力在2015 16年的时候 中国早就超越它了 所以它是评准购买力 也就是说真正的国力 它是排名第二 那以这个民意的汇率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以美元为基准 美元涨成这样 那美元那个只要一直加息 它的民意的 好像它的国力就很强大 但是呢等到它开始这个 要降息的话 降息的时候 它的美元一直贬值的话 它的国力就衰退嘛 好 那所以我们以这个凭准购买力为主 第二名的那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每一次跟这个国家领袖会谈的时候 谈得都蛮愉快的 不管在G20的时候 巴厘岛谈得也蛮愉快的 对 然后在这个旧金山的庄严会谈的时候 谈得也都蛮愉快的 可是谈完了以后 它底下的那些人 对 都不信他们老大讲的话 就是老大说 我们应该要跟中国大陆要合作啦 我们不搞对抗啦 我从四步亦无异到五步亦无异到六步亦无异 最新的是六步亦无异 要对付中国的发展 这不就遏制中国发展吗 要遏制嘛 而戴琪跑到这个欧洲去 他跟欧洲说 哎呦中国的经济体制啊 太有效率了 能力太强了 所以我们欧洲人一定打不赢他的 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 我们美国人跟欧洲人团结起来 我们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说一套做一套 可是他们都不听他们的老大的 他们的老大要不就是傀儡 就是第一个要不就是 他就是名符起始的傀儡 第二个呢 他就是没用的老人 第三个他就是两面人 两面人就说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都很好 背后呢 翻过来以后 赶 赶赶 赶打压 赶那个 你看 所以这次王毅这个 第一个我最重视的就是 始终遵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所以你就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你无能到极点 一个就是你就是一个道德轮上 人格破产的 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 这个看你选哪一个 你选哪一个 选无能 还是选没有道德的人 你自己选 这个就第一条 我觉得这个杀伤力有 好 最后一个就是 始终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夺极化 那也就是不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 对 没错 单极世界早就结束了 从1991年 全苏联崩解之后 你美国确定了 一超多强的单极世界以后 你从这个小布希开始 你就侵略世界各国 对 你打了阿富汗 打了这个伊拉克 打了利比亚 打了叙利亚 你侵略全世界 那单极的时代结束了 因为中俄要推动多极化 而且也希望欧洲 一起来加油 现在看你欧洲 有没有骨气了 不过我觉得 我比较看重的是 第一个始终 跟第五个始终 对 所以呢 中俄现在被打成背靠背 然后呢 其实元首 今年还会很多次的会晤 那在国际的局势上当中 中俄 也在很多领域呢 可以看得出来 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呢 说到什么呢 美国现在真的是被讲说 有一些怎么样 在内忧外患 在国际上呢 你好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吗 第一个来看到3月20号 联合国不是安理会通过 2728号决议吗 要求摘接月期间加薩停火 那摘接月只要4月9号 然后联合国这边 中国大陆临时代办带兵就说 中俄还有阿尔吉利亚 在3月22号提出了 刚刚小案当中是反对票 然后呢 他背离了安理会成员共识 那他也提到2728号 这就是安理会 第一个呢 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 美国竟然说 这个决议不具有约束力 不符合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那另外他也说要敦促呢 以色列绿星国际的义务 要遵守要求 立刻呢 停止加薩的进攻 但是呢 现在因为呢 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停火 没有满足到哈马斯的要求 所以看起来不会 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谈判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那谈亚胡他说 我们呢 已经安排时间 要来打拉法 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 美国这边开始呛了 说什么呢 你不能这么做 最后会损害以色列的安全 美国说 你不可以去打拉法啦 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啦 但是我2000枚的精准 弹道导弹 送进去 还有F15 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啦 我50架 我先卖你 送你25架 F15战军 你去打拉法 所以呢 我一方面说 你美国人不可以这样做 这样你会伤到自己啦 武器送过去 弹药送过去 飞机送过去 送过去的目的在哪里 去打拉法 这个就是美国 也就是说演戏 演给大家看 可是美国的人民 已经受不了拜登政府的 这种两面性了 因为美国的人民 也受不了拜登政府的 这种没有道德的 这种说法跟做法 没错 所以美国的人民站起来了 说不可以这样子 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拜登的民调支持度 一直往下降 摇摆州里面 一直不断地在 摆来摆去 然后输的比重比赢的次数 还要高了 好 那国际社会对于 以色列的剩下的同情 全部消耗殆尽 以色列的人民 也受不了他们的政府 内塔尼亚胡 这样子的胡搞瞎搞 已经搞得天怒人怨 但是问题就在于 大家束手无策 为什么 因为即使以色列 第一波的抗议活动 十万人 第二波的抗议活动 五万人 但是以色列的警察 采用的是强制的手段 甚至还有以色列的 极端恐怖分子 已经是类恐怖分子了 他驾车去冲撞人群 然后冲撞以后 本来想逃逸 后来被抓到以后 然后他找他律师说 哎呀他不是要冲撞人群 他是刹车失灵 他已经有一直叫 可是见证人看到 明明是他是冲撞人群 而且还要逃逸 造势还要逃逸 那完全不是说 他真的想要设法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怂包 敢去撞人的时候 一看 惨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 怕去坐牢 然后就改口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怂包 那一旦到这里的时候 中国大陆再重新 给大家威胁 没有多久的事情 说我们联合国安理会 有个决议通过了 美国竟然说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美国所主导的任何 安理会包括对于 朝鲜的制裁 是不是也不具备 有法律的约束力 对伊朗的制裁 是不是不具备 有法律的约束力 如果是如此的话 你美国把整个国际的秩序 国际的法律秩序 已经践踏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如果你美国人是错的话 你就应该要道歉认错 你应该要约束以色列 说不准开火 现在的情况是谈判破裂 因为在埃及的谈判 没有达成协议 所以看起来 这个战火是一触即发的 为什么 因为栽结业即将要结束了 也就在我们的时间 到12点就没了 然后但是到 这个中东地区的时间 再往后延一点点 但是也即将要结束了 大家看是不是又要重新 开始战火了 对啊 大家都不想要 这个战火再越来越多 尤其来看到 这个以色列 现在看起来 是有点杀红的眼了 尤其这个现代来看到 他先说我们撤出了 加萨的尤汉尼斯这个地方 然后就说我们要为了 北部的黎巴嫩这边进行备战的工作 斯坦恩也说伊朗 说要攻击以色列 然后他说也许是用 代理人部队来实施吗 尤其为什么是说 他要准备北部的战争 跟黎巴嫩 会不会是为了戈兰高地呢 因为戈兰高地被说 已经有一些以色列的部队 部署到这个地方了 戈兰高地很重要 他距离叙利亚非常的近 然后也距离 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也很近 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当中 戈兰高地三分之二被以色列给抢走了 然后联合国决议要归还 以色列也拒绝 只有智库曾经有说 以色列如果失去了戈兰高地的话 灭国不远 我觉得目前来讲 以色列内唐尼亚弗 为了保卫自己政党 跟他自己的权力 权威的政治利益 他不惜违反 这个维也纳的外交公约 去用精准的炸弹六枚 把这个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 整个炸掉 死了十几个人 里面有很多是 他们的军事的指挥官 目前来讲 伊朗的最高的政治宗教领袖 已经愤怒了 他下令一定要采取报复的行动 所以伊朗有完整的正当性 也就是说他的报复具备有正当性 目前传出来的是伊朗 已经经由伊拉克 因为伊朗跟伊拉克都是逊尼派 一直到叙利亚都是逊尼派 这连成一大线 连成这一大片的时候 伊朗已经把他的这些 更具有杀伤性跟火力的武器弹药 都开始往 经由伊拉克往叙利亚的方向 来开始重新部署 另外有一部分的 已经到了这个伊巴伦 也在增强伊巴伦南部的 这个军事的力量的部署跟打击 我们也看到了 金价一直在飙涨 目前金价已经连续涨了七天了 涨了百分之十七点多了 而且一直在涨 因为大家都开始在做避险的工作 油价也蠢蠢欲动 油价现在每一桶 已经破了九十块美元了 而且已经有可能一旦爆发 爆发了以色列跟伊朗 或者是以色列跟叙利亚 而由伊朗的民兵组织 率领了伊拉克跟伊朗的民兵组织 进入叙利亚跟这个 以色列直接交战的话 那这个战火就爆开了 这一战火一爆开 国际间的油价又会开始飙涨 中东地区进入更不安定的情况 就越高了 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 阿拉伯世界会不会支持伊朗 介入这个战争 如果阿拉伯世界支持伊朗 介入这个战争的话 就会改变整个中东地区的 战争的本质 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该怎么办 美国要挺以色列还是不挺 美国不挺以色列 他国内的犹太人的压力会很大 可是挺以色列又没有正当性 因为明明白白的是以色列 去炸这个伊朗的领事馆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行为 但是以色列干了 你说现在该怎么收拾这个烫手山鱼呢 对 所以拜登现在又陷入了 进退维谷的状态了 那又深陷了这个很大很大的争议 所以呢从这个局就可以知道说 中东啊因为现在对于美国 真的是失望透顶 所以呢很多的武器 其实都知道说你会卖给以色列 但是呢那他们呢 像大买特买中国大陆武器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骁龙啊FC31等等的 但这个时候又有一个脚屎棍来了 这个谁印度 他很会吹耶 印度啊赖老师你看 他说我们试飞了升级版的光辉战机 要跟骁龙展开竞争啦 就说我们的光辉战机 三月首飞重大升级 有原电子雷达我也有啦 航空电子设备有啦 全面电子战能力我都有啦 但是你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拆解一下 你就知道烂透了啦 你用的是什么 你是轻型战斗机 而且你还用F404的这个发动机 你会受到美国卡脖子好吗 然后呢更别说你成本三千多万美元 首批的这个战机呢 没有办法全套生产配置嘛 你没有办法一体化 骁龙不一样 人家是巴铁跟重大都合作的 我们把数字摊开一下 最大速度 你1900多公里 人家他也是1900 那马赫差不多 然后呢航程差不多 但是呢武器呢 你武器到底有什么武器 人家骁龙可以发射霹雷15跟英级83这些厉害的重磅武器 骁龙战机是一手成熟的战机了 它已经在巴基斯坦已经经过多次的实战 不管是跟印度之间的较量 或者是跟周边国家的较量 还有就是骁龙战机已经外销出口到了中东地区 而且已经多次的参加了航展 不管是在于杜拜的航展 或是在其他地方 他的航展的出席率 还有就是说他的实战经验 跟他的性能在中东国家里面是有口碑的 光卫战机 再努力 不要在莫迪的眼皮子底下掉下来 又变火球 又变成一颗火球 然后这个飞行员紧急跳伞 然后摔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莫迪摆拍是可以了 对 摆拍啊 我们这个罗戴就是这个啦 穿着这个飞行员的衣服 搭光卫 然后那个戴的那个AO眼镜 然后装得很帅的样子 还好那一架飞机没有摔 因为他也不是他开的啦 他也不会开 不是 如果那架飞机摔的话 他们两个人一摔下去啊 你看那个年轻小伙子摔都动弹不得了 然后莫迪一摔还得了啊 他老仙 不过他可能因为有打这个 对 缠坐 打缠坐 然后又是老仙 对 莫迪老仙 很有可能就是要掉到地面的时候呢 他又藤云架物飘起来了 这个也很难说 但是至少他的那一架战机没有摔 没有摔 搞不好他飞上去 没有几分钟港会飞下来 对 谁知道哪一架会摔下来 对 没有人知道啊 但是反正你说好棒棒就好棒棒吧 反正你们印度人的嘴最厉害了 你棒棒就棒棒啦 就继续棒下去吧 重点是谁敢买你的光辉战机 我也蛮好奇 你说要跟光辉来对价 重点是他光辉卖的好都不得了 你跟他比 你到底谁要跟你买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呢 说到光辉 还有呢 中国大陆造飞机 因为FC3A中东也抢的药 FC3A在中国大陆用的是歼35 这重邦消息来了 歼35喷黑烟 你不要以为他是故障还是怎么样 他在进行空中放油测试 被误认为是冒黑烟 那为什么要冒黑烟呢 因为譬如说以苏27为例 起飞重量是30对 但着陆重量只有21对 所以如果一旦遇到问题的话 比如说你刚起飞 那就出现了 你本身的重量 大于着陆重量的状态 所以你必须要放油减轻 来自保 因此他现在做的是一个放油的测试 代表他快服役了 歼35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怎么那么快 不是 因为当初都是在传说中 因为我们原来看到的都是歼20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歼20 在这个国庆的时候 它的编队飞行 然后那种英姿泛花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歼20进驻量产 然后美国非常惊讶地说 量产300架了 那我们F22已经输了 对 输残 然后F35要1.5架打一架 那怎么办呢 然后美国人开始有点紧张了 说我们原本以为 你的量产的速度不会那么快 对啊 结果你的量产速度这么快 结果原本都没有影的 歼35突然间冒出来 横空出事 横空出事 对 首飞在哪一天我都不知道 好好奇 就首飞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看到 结果已经出来了 都现在就冒黑烟了 而且已经要作为舰载机了 对 而且它的舰载机 竟然可以用在 这个滑药序的舰载机 也可以用在 弹射式的舰载机 哇 这个让美国实在是情何以堪 就是我们的F22停产 我们现在F35 因为预算不够 我们的生产已经有点紧张了 对 结果你 来第二款了 歼20 你快速的量产 结果你歼35 而且还做外销型的 对 那很多国家如果要排队买这个F35 然后发觉你的性能又没有比他好 对 然后歼35还比你强 对 然后再算一算 你又那么贵 而且你还要等那么久 干脆测单 测单整个买那个FC31 那不得了啊 那也就是我的出口型的隐身战机 又开始卖了 对 那印度光辉战机 加油 你还不是隐身版的 加油 对 你这个加油 但是这个加的有可能 也许我们这辈子都看不到你赢中国大陆的这一天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什么呢 刚刚赖老师特别提到什么 因为美国啊 就是很多问题 造舰问题我们谈很多 那飞机也真的出了状况 赖老师刚才特别讲了 歼20 然后歼35这么快 那美国的部分 哎呀尴尬了 波音真的很多事情 他包括了民用飞机 大家可能有点担心 就他军用飞机还说 没有新订单 我们超级大黄蜂要在2027年停产了 又在哭穷了 说美国海军本月增加了17架的超级大黄蜂 那当然为我们的生产工作呢 延长了几年 不过呢接下来又没有新客户了 所以呢 真的真的是蛮惨了 美国海军本来像波音采购20架的超级大黄蜂 又是因为通膨了 20架改变17架 然后呢也让他呢 这个延后 从2025年官场到2027 是这样子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是中国大陆一定要从美国这边学到 教训 很多的经验 OK 我觉得失敌 或是失疑之场 以致疑 这个是一定要学习的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从对手 他所犯的错里面学到经验 你记不记得你刚刚谈到说 美国的军舰现在都已经出了很多问题 对 造舰 那就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时候 一下造太多 雷根 后来也没有订单了嘛 对 没有订单了以后 那你想这些企业没有订单 他怎么活下去 他总不能够没工作做 然后看看国外也没有人要买 然后结果我又手上没订单 然后国外也没有人要买 然后我的造价又这么的贵 那我的很多零料件的生产商 他没有这个买单下来 他经营不下去了 他就说那对不起 我不帮你做了 我做别的了 所以他就转型 要不就是关厂了 就倒闭了 这是一种嘛 另外一种就是 那组装厂 这个大厂 这个大厂他手上没订单了以后 他那些焊接工 所有的那些那就解散了嘛 因为我做不下去了 我又没有办法坐名船 那我的军舰又没有订单 然后国外也没订单 我就关掉了 好 这个就发生在他们的海军 对 所以造成今天 美国的这个原来在 这个西海岸里面有 几十家的这个海军造船厂 现在只剩下三四家而已 都关掉了 那空军现在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了 因为当初造太多 造太多以后 我这些飞机都还在全售旗内 那甚至还可以延售 就是说当我的国防预算不够高的时候 那我目前看起来战事不吃紧 我就再往后延 有时候我就把它升级一点 我就往后延个五年 十年 那我这个战机就可以用了四十年 本来一般来讲三十年的战机 大概就要除役了 结果呢我现在干脆用到三十五年 用到四十年 哇 结果这些公司 就是它的订单就一直减少了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看说那你卖嘛 卖出去 刚开始美国也很能卖 它用政治力的胁迫 就是逼着你买这个 逼着你买那个 可是问题就在于 它F18战机不是要外销型 它外销型的是F16 因为是轻型战机 F18是重型战机 那它重型战机是不打算卖的 它要卖的是便宜的 是功能比较差一点的 例如说它绝对不会卖F22 不会 它卖F35 同样的它不卖F18的时候 它就卖F16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看到的美国的情况就出现了 欸 那我没有订单了 可是我的自己的军队 也没有需要那么多 那我怎么办 对 那就关场了 真的关场了 那但是又不能让你关场 因为那些人员啊 因为波音它现在的最大的困扰 是在哪里 一方面是它的民用的订单没有了 对 大家都在紧张了 结果当它的军用也没有以后 波音就双亏损 我看波音亏损五六年 可能跑不掉了 对啊 所以这个ABC 现在未来C919 可能也会越来越加茁壮 好 美国微土中国大陆 拉日本进入了AUKUS 但是日本当年是有军国主义 现在军国主义复辟了吗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4月5号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大公驻地 第32普通科联运队 那它的这个在案上面的推出了 这个推文 就特别提到说 硫磺岛描述为大东亚战争 最大的基站地区 大东亚战争 我们好久没听到了 在里面它这个内容 然后呢 日本外相知道 这个事情大条了 说我们要核查核实这个状态 为什么大家会气愤呢 因为呢 当年日本外交大臣 在1940年8月1号 松岗杨佑 他首次发表大东亚共荣圈 主张以日满之为主干 好 外加南洋地区 什么叫满呢 就是魏满洲国 就中国东北地区 你强占的地方 之就是当年你呢 说China的之那 那就是近代日本侵略 中国大陆的蔑称 真的让大家炸锅了 网友说这就是把日本 中国朝鲜跟台湾 东南亚等国殖民统治 跟侵略震荡化的名称 就叫大东亚共荣圈 对此呢大陆外交部 有最新说法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电视讲 相当地说什么呢 像外交部毛宁就说 大家都知道 日本军国主义 发动侵略战争 犯下严重的人类罪 反人类罪 那为这个区域 带来深重的灾难 这个言论呢 真的是为大家所警惕 而且呢也对呢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其他的国民严重的伤害 反映出日本国内 想要开历史到处的逆流 而且希望你正式 跟反省侵略历史 以实际行动呢 向军国主义彻底的切割 坦白说我很想要看看 尹熙悦的反应是怎么样 因为当日本又重新再提 大东亚共荣圈 要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时候 其实中国 中国这个历史是从来没有遗忘 但是韩国呢 尹熙悦的话 他真的忘了 我觉得尹熙悦 你是不是忘光光 忘光光你的祖先 曾经被日本人侵略殖民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我想看看的是 你尹熙悦的反应 第二个我想看看的是 你菲律宾人的反应 菲律宾你不要忘了 你们曾经被日本人屠杀了几百万人 对 难道你小马克是 你们菲律宾人 从来不在乎你们的祖先 你们的先辈 被杀了几百万人 一点感受都没有吗 第三个我要看的是 你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你也曾经被日本轰炸过 你被日本轰炸过以后 你现在又要跟日本他们组建联盟 你是什么态度 那最后一个我要看的是 你美国人 美国你的珍珠港 曾经就是被日本人这样偷袭 然后你最后在欧战结束以后 进入亚洲战场 跟日本人血战 然后你们都忘了这段历史吗 今天日本的军人 重新提到大东亚共同圈 然后他对于这个对东盟的国家 是不是要重新侵略 对于台湾是不是要重新殖民 对韩国是不是要重新占有 然后对英国在缅甸 是不是要重新去打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在亚洲的国家 包括这个新加坡 你们都不要忘记了 二战的时候是不是都曾经 被日本军侵略过 日本军的铁骑也曾经 踏过香港这块地方 对啊 而且也到过缅甸 我觉得在当日本的军人 又重新提到大东亚共同圈的时候 或是提到大东亚战争的时候 其实这代表什么 代表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 你们本身因为搞阵营对抗 因为你们搞冷战 所以你们根本在亚洲 没有对日本的历史 要日本人在历史上有一种认错 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今天的后遗症为什么会那么大 那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 所带来的一个错误 蒋介石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我必须要直接来说 好 我个人是警告日本人 坦白说你想再恢复你们过去 而且你认为你们过去的价值是对的 那就来试看看 薪酬旧恨会一起算 一点都不含糊 对所以呢日本当年是侵略了 整个亚洲地区 结果现在呢你又谈什么大东亚共融圈 真的是听到让大家非常生气 就现在呢刚才賴老师点名这些国家 看起来要跟着日本一起走嘛 尤其是AUKUS 现在美国要拉AUKUS入局 说什么第二支柱 第一支柱当然是给澳大利亚 提供维吉尼亚的攻击潜艇 第二支柱要推定先进的技术 有哪些八项核心呢 海底能力 量子科技 人工智慧 还有无人机 还有先进网络 高超音速武器 还有反制能力 电子作战创新跟情报分享 八大核心技术 好那但是呢我们知道澳洲 现在跟中文道德走比较近一点点 Evan 你是说我们AUKUS 没有增加成员的计划 我觉得当传出AUKUS要扩原 而且传出他们要开始启动 这个第二支柱 那这个针对性很明白了 对啊 因为AUKUS从一开始成立 它就是针对中国 是 那么要在军事方面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要威胁中国的安全 跟生存的空间 所以坎贝尔才会说 AUKUS的潜在的军事能力 就是组建一支核动力潜舰 进入台湾海峡南海 这个地方里面 来威慑中国 那坎贝尔讲得这么的明白 然后你爱班尼是花了两年的力气 你要修补跟中国的关系 然后你还很热情的邀请了王毅去澳大利亚去访问 一结束以后你就翻脸了吗 那怎么又跟美国有点像吗 就是你又开始要翻脸了吗 等到这个东西被爆发以后 你在第一时间紧急的澄清 说你们没有 但是坦白说 我们眼睛已经定得看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些国家都是言而无信的国家 过去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莫里森上来了以后就改变了 然后你现在上来以后又折回来 可是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对你们能够信任呢 为什么 你会不会你今天赚饱了吃饱了喝足了 你哪一天头又昏了又来了 然后又开始要打压中国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大陆跟这些国家的来往 不能够掉以轻心 我觉得随时要看的这些国家 我们再强调 没有中国的澳大利亚可以活下去 但是只能活得小康社会 但是有了中国的澳大利亚 你是可以富裕的 对 你今天的富裕是建立在中国的基础上 如果你今天 你吃饱了喝足了富裕了 你又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又要去修理中国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不能够当软小乡 对 也要告诉这些国家 中国不是你随便可以欺负的 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 被你八国联军能够欺负的 这个小国了 现在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体的国家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 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存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何外的选口